2018年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件大事 历史两年的克里米亚大桥正式完工 这对于俄罗斯乃至欧洲来说都是最长的一座大桥 大桥通车当天 普京大地亲自开着一辆卡车驶过整座大桥 这座大桥的来历也不简单 四年克里米亚公侯加入俄罗斯 导致乌克兰断掉了克里米亚的一切供应 克里米亚人民的生活供应就成了 普京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当时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运输途径 只有空运以及海运 短时间还好 长期的话成本巨大 为了解决运输问题 克里米亚跨海大桥应运而生 那么问题来了 克里米亚为什么会全民公投加入俄罗斯呢 加入后的生活又是如何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一一了解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1783年俄罗斯帝国向南扩展吞并了克里米亚 从此克里米亚就归属于俄罗斯 直到1954年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将看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 这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 毕竟就是左口袋进右口袋的事情 都是为了苏联的发展 但是到了1991年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苏联解体 乌克兰宣布独立 克里米亚真正成为了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 原因我们下面一起说 克里米亚虽然名义上属于乌克兰 但是克里米亚的主要人种还是俄罗斯人 说俄语是比较亲俄的 但是乌克兰政府强行干涉克里米亚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拿回克里米亚表示还是太着急了 那么这件事后续是有哪些影响 首先就是欧美各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这使得俄罗斯经济损失极大 上面我们说到俄罗斯2013年的GDP是2.3万亿美元 然而到了2014年就下滑到了2.06亿美元 到了2015年更是直接跌到了1.37万亿美元 就为了一个克里米亚 俄罗斯经济损失惨重 那么到底值不值呢 可以肯定的说非常值 克里米亚就好比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对于俄罗斯的意义就相当于某岛对于我国的意义 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下面两个例子就很好能体现出来克里米亚的重要性 1783年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拿下克里米亚后曾高兴地说道 克里米亚是我带给俄罗斯最好的嫁妆 1853年 英法奥等帝国为了遏制俄国的发展 对克里米亚地区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战争 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 耗费了8亿卢布 牺牲了52.2万人 最终只能被迫求和 但是在丧权失地的情况下 俄国却始终坚持要收回克里米亚地区 由此可见克里米亚地区的重要性 如果俄罗斯放弃了这块地区 不说别的 叶卡捷琳娜以及沙皇就会在下面悲伤的哭泣 这也是俄罗斯不能接受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的原因 毕竟当年俄罗斯打了百年才拿下克里米亚 结果就那么变成了乌克兰的 这换成其他人想必都不能接受 而且仔细观察地图我们就可以发现 克里米亚就相当于俄罗斯前面的一道保护衣 拥有克里米亚就相当于控制了黑海地区 这就表示只要有敌人敢进入黑海 那么位于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 就可以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使其不能靠近俄罗斯附近 就连普京都说过 只要美国的军舰敢出现在俄罗斯近海 就直接拿下 以战斗民族的个性 这个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普京是真会那样做 所以说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真的重要 经济被制裁了 还能重新涨 克里米亚丢了整个俄罗斯都会受到冥想 谈论了克里米亚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 克里米亚是真的自愿加入俄罗斯吗 当时克里米亚虽然属于乌克兰领土 但是却没有享受到作为乌克兰领土应有的待遇 甚至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首先就是乌克兰政府抵制俄语 对于克里米亚地区的议员以及军官也是大肆打压 在克里米亚的军官如果想要得到晋升 只能向上级行贿 而且克里米亚产出的收入有四分之三都进了乌克兰的口袋 也就是说克里米亚的经济发展根本起不来 因为它要反补乌克兰的糟糕局势 这又导致克里米亚地区的民众生活十分艰难 有人甚至抱怨道 以前的经济就不景气 现在收入更微薄了 由于乌克兰自己作死 而且国内经济基本上都掌握在寡头的手上 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始终得不到改善 克里米亚也对乌克兰不抱有任何幻想 这些不公正待遇 以及乌克兰糟糕的国内局势 使得克里米亚迫切地想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而且克里米亚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 说着俄语 他们都是信仰着东正教 有着和俄罗斯一样的信仰以及语言 自然对俄罗斯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更高 最终在2014年3月份 克里米亚居民以99.6%的高票率宣布加入俄罗斯 自此 克里米亚回归到了俄罗斯的怀抱 那么回归后的克里米亚过得如何呢 首先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加入很是重视 对克里米亚地区展开了各种规划以及改革 希望让克里米亚早日融入到俄罗斯的运转体系当中 不过最初克里米亚其实是比较艰难的 克里米亚的生活所需的能源以及粮食之类的 平时都是从乌克兰运过来的 但是加入俄罗斯后 乌克兰就对克里米亚展开了制裁 终止了给克里米亚的能源供应 还经常给克里米亚断水断电 针对这一情况俄罗斯也想了许多办法 最终决定修建一条跨海大桥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克里米亚大桥 这使得克里米亚的能源物资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还有一点难受的就是克里米亚的旅游业 克里米亚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而且有很多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都从在克里米亚修养 导致克里米亚有浓厚的文化细细 十分适合旅游度假 但是当欧美国家对克里米亚进行制裁后 克里米亚的旅游业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游客数量急剧减少 不过也就初期难受了一段时间 之后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克里米亚的旅游业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到克里米亚旅游的游客 90%都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人节假日的主要目的地首选就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国内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迹象 到了2019年的时候克里米亚的人均工资在3000元左右 教师以及医生等职业的工资在4000元左右 他们都能享受到法定节假日 虽然外界时常传出克里米亚生活很差 但是对于克里米亚人民来说 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 而且不同于乌克兰的区别对待 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都是一视同仁 每年都会补助克里米亚3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补贴给克里米亚的退休者 他们的退休金完全是按照俄罗斯公民的待遇发放的 丝毫没有偏袒 使得克里米亚的退休者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克里米亚地区将会越来越好 当地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总之克里米亚脱乌入俄 虽然道路曲折 但是前途一片光明 相信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克里米亚将会更上一层楼 克里米亚的回归带给俄罗斯的好处是巨大的 这件事情证明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是必要的 对于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情中得到很好的启示 某岛回归势不可挡 祖国的统一也是势不可挡